三位记上第27章第3节 大卫和他的两个妻就是耶斯列人 阿希暖和了个喇叭妻的监密人阿鼻盖 并跟随他的人连各人的娟属都住在加特阿吉那里 我们看到大卫作的决定是一个人的决定 因为我们看到他在说他怕署罗杀他 他怕在未来的日子当中他会遇到的灾祸 由头到尾作决定的时候 都是迷失在自己现时的光景底下 但问题我们看到当他作了决定 当他改变了人生的路向 当他投降以色列的敌人 也可以说是耶和华的敌人的时候 他不是自己人去 因为他在这一队的军队当中 他可以说是元帅 这一队的游击队 游击队里面除了这600人之外 还有他们的家眷 即是他们的妻子儿女 大卫的两个老婆 这些全部都是由阿道兰洞开始 跟大卫跟到现在 他们一起住一起争战 一起在抗野当中去生存 去成家立室 但他们作了这个决定的话 他们全部都一起作这个决定 而事实上这个决定是跟所有领袖一生的作任何重大决定都一样 就是因为你作出每一个重大决定 所有身边你的信你的人 所有爱你的人 倚靠你的人 仰望你的人 跟从你的人 全部都会一起跟你共同进退 所以你会有两个 outcome 有两个结局 第一个就一起成为王者高星 第二个就是你一无所有 而大卫就向一无所有这个方向去进发 在这个个案当中给我们理解 原来我们希望神高星 我们希望神给祝福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人生当中自己在思维里面 作个决定 讲个说话 给的这些定准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 换句话说 我们希望祝福是大的 但是我们却希望人生简简单单 懒懒堕堕 我们都可以拿到祝福的话 那是一个极端的矛盾来的 我们看到大卫他作这个谋算 这个策略 这个计划 简单来说他不为别人设想 我们知道 未来日子他将会大失所望 是不是 所以原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当我们今天是平信徒 今天或者我们是一个小领袖 或者我们只是一个对一 或者我们可能只是一个家长 OK 但是如果我们不在今天去学习 我们作的决定 这些决定的质素 是能够使得有朝一日 神高升我们的时候 我们都为人带来很多个祝福 和方向的话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在今天开始 已经为人设想的话 这个就是神希望我们学习到的东西 大卫只是带着600日 但是有朝一日 他带着不止600万人的以色列呢 所以神就要他在这个时刻去学习 其实他作的决定 一定要去理解 以一个王者的身份 去为人设想的身份 去度过人生 不是他去看看 这个难题太难了 对自己 学这个东西 我已经是这么老了 为什么我要学呢 改变这些东西 我不想改变 我可不可以有一个冷一点的方法呢 去面对这个冲击 不行 我不想冒这个险 可不可以有一个转弯的方法呢 如果你每次都是以自己的喜好作决定的话呢 甚至大卫也不是以喜好那么低廉 他以自己的安危作决定呢 你会看到他要承受他的后果的 当然有些人的后果就更加劣质 是不是 而在这件事件里面 我们会看到大卫将他失去他身边人的信任 但是有些人他们作的决定 甚至导致他们失去他的高声 因为大卫最后虽然失去他亲信的信任 但是神都没有离弃他 因为实际上大卫他只不过是熟血气 而他熟血气的程度虽然软弱 但是都比一般的常人更加坚强 所以我们看到在最后神没有离开他 但是很深的信徒 按着神的公义就没有这个祝福了 因为他们所作的决定 根本是可以说对神来说是不堪入目的 他们的祈祷 他们的期望的东西根本在神来说 他实在太大上头了 按着神的公平公义就是神保座的根基 他不会去听这些人的祷告 他也不会伸出他的援手 所以我们看到故事的展开 不单是大卫投靠了以色列的敌人 甚至大卫是带领着一群人 去投靠了以色列的敌人 三位记上第27章第三节 大卫和他的两个妻就是耶斯列人 阿希暖和了个喇叭妻的监密人阿鼻盖 并跟随他的人 连各人的娟属都住在加特阿吉那里 阿希暖和了音乐 一群人阿鼻盖 那群人阿鼻盖 这群人还有更多标志 一群人塔吉那里 还每天坚持 我们一下珍财 我们一群人打开 实在努力行业 我却心奉仪 情真不大意 求你言倾听 明白我耐心求是 让我爱你没尊严 现放开世间去风的线 愿献上万千爱 上校发着你脚踪 发态踪距